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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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否也有過這樣的經驗 有個人迎面向你走來 你覺得他很面熟 卻無論如何都想不起對方是誰 下班後 我像平常一樣到附近的居酒屋小座 嗨 好久不見 還記得我嗎 我是你大學同學啦 我們還一起修過通識課啊 我叫廖雅元 你這個臉盲的道歉笑容 還是一直沒變耶 喔 是喔 可以坐嗎 當然沒問題啊 你還記得那間超難喝的紅茶店嗎 紅茶喝起來跟水沒有兩樣 偏偏我住的附近就只有那家飲料店 還記得 大家不是都叫他地獄紅茶嗎 啊 不過後來我住沒多久 就搬走了 是喔 為什麼 那時候發生了一些事 大學時我在校外住房子 宿舍門口常被放了信和巧克力 信的內容千篇一律都是在瘋狂的告白 然後那個女的總會躲在角落偷偷看我的反應 一開始還覺得有趣 但後面越來越超過了 有一次我睡到一半 聽到有人在試圖開我的大門 當下立馬報警 後來對方的婦女一直向我道歉 我不想追究了 喝解完我就搬走了 抱歉啊 突然講了這麼多 你會不會覺得很無聊啊 完全不會 一般很少有這種經歷耶 沒想到你除了臉盲程度驚人外 連遭遇都這麼驚人 當下我覺得雅妍是個挺有趣的女生 也發現我們兩個非常聊得來 最後交換了聯絡的方式 出去約會幾次後 發現彼此的喜好非常的相近 她租的套房離我的也不遠 我們經常去對方的家裡吃飯 我們之間相處得很愉快 我也理所當然的愛上她 於是自然而然的 我們就成為了男女朋友 我的臉盲症狀也變得微不足道了 除了工作以外的時間 幾乎天天溺在一起 嗨 這麼慢才接啊 叫了女朋友 就忘記兄弟啊 幹嘛啊 還好吧 怎麼了 你這個結束 終於開花了 怎麼樣 是個怎麼樣的女生啊 呃 跟我們兩個一樣是大學同學啊 只是雅元她 她不太喜歡社交啦 但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蠻活潑的 有很多的話可以聊 是喔 那下次找機會帶她來追劇吧 沒道理 你的女朋友 我居然沒選而過啊 你還記得許安嗎 我跟她約好要聚一聚 你覺得怎麼樣 嗯 嗯 也不是 不行啦 怎麼了 你不想去嗎 我是真的不太喜歡社交 有你陪著我就夠啦 小傻瓜 我會永遠陪著你啊 永遠喔 於是我們約了下週五 和許安在酒酒屋去餐 但過了半小時 許安都沒有到 要不要直接打給她 會不會是工作太忙了 喂 怎麼這麼久才接電話 喂 我們這裡是醫院 江先生半小時前發生車禍 蛤 她現在怎麼了 傷勢嚴重嗎 我是她朋友 我姓林 江先生因為頭部受到重擊 現在還在昏迷 好 我會聯絡她的家人 會沒事的 嗨 I'm back 你還能開玩笑啊 我們都快擔心死了 到底怎麼回事 我下班後就直接去找你們啦 經過巷子時 地上不知道被哪個臭壁孩 潑了油 還丟了一堆鐵釘 害我的輪胎直接爆胎打滑 後來我筋疲力竭的回到家 這種惡作劇真的太過分了 希望一定要揪出犯人是誰 有監視器畫面的話 一定抓得到嫌犯的 幸好她沒事 許安出院後 我帶了點水果去探望她 人來就好 這麼客氣還帶禮物 這是關心啊 你的腦袋還好吧 應該沒有壯笨吧 就輕微腦震盪而已啦 觀察幾天就好了 進來吧 唯一可惜的是那個地方有死角 監視器根本沒有拍到 媽的 要是讓我找到那個惡作劇的王八蛋 我一定皺得連他媽都不認得 唉 至少人沒事就好 啊 說到這個 前幾天我才找到B.A.監測 欸 那個雅元讀什麼戲啊 應該是 柴管吧 喔 找到了 是這個超安靜的女生喔 原來你喜歡這一型的喔 幹嘛啊 怎麼了 這個人 不是雅元 她跟雅元長得完全不一樣 蛤 怎麼可能 你已經嚴重到會忘記女友的長相了嗎 跟我們一起修通識客的 就是這個雅元沒錯啊 還是雅元後來有整形你不知道 你手機中有他的照片吧 你拿出來給我看啊 我們每天都看得到彼此 幹嘛還需要這種東西 我現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回家找雅元 問個清楚 雅元 我回來了 還沒有回家嗎 我張開眼就感受到整個頭非常的疼痛 或腦袖的頭髮有一種糾結感 張許安這雅種 連他都想拆散我們 你知道我們要好好相愛有多麼困難嗎 我費盡了好大的心力 才逃出來找到你 命運最後還是會把我們牽在一起的 你不也是真的愛我嗎 這個女人一直在竊聽我跟蹤我嗎 一瞬間我突然知道她是誰了 我想要大喊 卻發不出聲音 你說會永遠陪著我的啊對不對 對 我就知道你是不會騙我的 我們要永遠永遠在一起喔 可是啊寶貝 我是很想很想相信你的 但是啊 我還是會害怕嘛 八年前我知道你還不成熟 害我受了好多好多苦 我真的好怕再發生這樣的事情喔 之前都說我一定會是個好老婆 又會打理家裡 煮飯又好吃 你每次這樣講 我都好高興喔 不用盡全力掙扎 但只能能真正地看著她 坐到我面前 寶貝 你只要再忍耐一下下就好 我會當個好老婆照顧你的 請不用擔心喔 永遠不會再離開我了 再忍耐一下 還有右腳跟兩隻手 就算行動有點不方便 但只要我永遠陪在你的身邊 就沒有問題喔 永遠 永遠喔 永遠 永遠喔 永遠 해� 我覺得不 sheriff的資金 哇 data region fest neighborhood 而且今天很高興獲得 對 泰王的邀請�ás 希望大家喜歡可釀 otherwise 其實很多故事都會認識我的話 他們就會發現我的很多故事的源頭 都來自於我自己的問題跟恐懼之類的 然後臉盲就是我真的有非常嚴重的臉盲症狀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臉盲那不然來寫個關於臉盲的故事好了 然後就開始想說那臉盲的話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臉盲的時候你遇到什麼樣的情況會最可怕 我自己覺得最可怕的情況就是 當你發現你被你原本深深相信或生愛的人背叛 你就是邊想邊構築然後就寫了這個反差感